你要今天把我的地种上菜 然后给我维护一下 只要你做得好 就有奖励 知道了吗 好的好的 这点你还是放心吧 种菜可是我的强项 最近实在是太穷了 就找了这么一个工作 只要我种菜种得好 那个老哥给我开出 十块钻石的价钱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嘿嘿 说实话 要不是最近没钱 我才不会种地 前几天隔壁老王说要开店 我就把我所有的身价 全部都投资进去了 没想到一天就全部赔完了 哎没办法 毕竟是做生意嘛 肯定是有风险的 还是认真种地吧 赶紧拿到钻石 嘿嘿 有人来找你了 嗯 你是谁啊 你就是这个村子里面 知名的侦探吧 我找你来是有一点事的 知不知名我不知道 我以前确实是一名侦探 就算你有什么事 我也不会去帮你了 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我给你看一千块钻石 帮我调查一个事情 这个 我也不是不可以再帮你一次 说说吧 是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村子 丢了大量的钻石 现在知道怀疑是被偷了 想请你帮忙调查一下 是这个事啊 我大概知道了 一般这种调查都比较麻烦 你先站在这里等等 我去准备一下 嘿嘿 站住 你不够有种菜了 嗯 那个什么 一会儿回来我给你种 嘿嘿 我想请个假 你放心吧 一块去块回 那可是一千块钻石啊 谁见了谁都行动 就算我早就金盆洗手了 但是也可以从头再来嘛 哈哈哈 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世界上的一大传奇 即将出山 那就是我 哎呦 没想到啊 你还是个侦探 那肯定了 以前我可是知名的侦探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大名 可是随着实现的推移 就有人忘记了 不过也没关系 今天我就出山了 哈哈哈 你装完了吗 赶紧走了 你的车机我不相信 我要自己开车 好的好的 那我们钻石村喷头 别看我穷 我也是有车的人 这就是我的豪车 平常我都珍藏着 不舍得开 所以看着狠心 别看那个土豪的车 比我贵 绝对是没我先到的 对 有了这么多的断食 我算是发财了 就算是那些聪明 发现是我偷的 我也不怕啊 我有这么多的僵尸 好了好了 我应该很快就到啊 过去 不是啦 你来了 你赶紧掉它吧 我们都会配合你 好的好的 我要先去问问村民一些情况 老哥 你的钻石丢了吗 你说这个事 我就难受 我家里的一万块钻石啊 不知道被谁偷了 行了行了 我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 居然有一万块钻石 这是人比人气死人 老哥 你钻石丢了吗 丢了 不过丢的不多 只丢了一块 我现在还在找呢 好的吧 你放心 我会帮你找回来的 那个什么 你们村子有没有摄像头什么的 哎呦我去 你说这个事 我想起来了 我们村子还有摄像头 我都忘记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着我去看看 哎呦我去 还挺豪华的 果然是高端的村子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出现了 这就是那个小偷 竟然还带着僵尸 等等 掉了一个钻石 再看一下 好了 确定了 就是那个人遗漏的 我已经发现了 接下来就是找到那个人了 好像就是在这边了 找找看 果然有一颗钻石 那附近应该还有那个人遗漏的钻石吧 要找找看 哎呦 果然还有一个 那我可以顺着钻石找到那个人哎 嘿嘿 就这么办 那个人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我可以用这样的办法 找到那个人 哈哈 这个钻石在矿洞里 现在就可以确定了 那个人就在这里面 我要小心了 说不定会有陷阱 过去 果然在这里 你是谁 怎么发现这里的 那就没有必要跟你说了 竟然偷退命的钻石 看我怎么收拾你 全部都去死吧 你给我住手 两了这么多的僵尸 真是破坏这个世界的和平 好了 已经被消灭完了 这些钻石 应该就是你们的钻石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些就当做定金 剩下的钻石 明天我会用车 送到你们村子 好的好的 这个没问题 嘿嘿 好了好了 那么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